今天又到了禮拜日 那我們來看一下韓版這一週的擺明榜的配置狀況 這個鞋已經到一百二十幾萬了 看一下他是一樣用爆破加火鎮 然後第二套覺醒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二名是漁火 這是盧卡斯 他的配置是用這樣子 然後覺醒的話是用這一套 第三名又是法師 來看一下 爆破加火鎮 第四名的話是弓箭手 這個好像都不變了這兩招真的是蠻蠻難打的 這個是混搭嗎 喔沒有 這沒有混搭 第五名 一樣是弓箭手 一樣是這種 技能 然後第六名的話就 就魚果啦 第七名又是法師 他們現在流行爆破加火鎮了 反正只要有人打到第一名 就會有人開始跟風 全部就用那種方式這樣在玩 這樣就比較沒有特色 這是第一套的覺醒 就是覺醒 第一個選項 第一種 他覺醒有兩種 這個是魚果 看來魚果也是都那兩招了 旋轉跟衝撞 第十名是鐮刀 鐮刀好像 比例變低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 還是能夠打到前十名的話 代表說職業整體上都還蠻平衡 第十二名 這剛剛看得過 十三名 那整體上他們的配置大概是這樣 那以後不管你是二階還是三階 還是說你三階哪一個套裝 只要覺醒下去 就是只有兩個選擇 所以 現在就不用再收集那麼多 不一樣的三代套裝 意義不大 那這個就是本週的 決鬥場 前15名左右的配置方式 給大家參考 就是 可以嗎